我们这里隔山差五就下雨 都下了一个多礼拜了 去年的话 我们这里收草可以收到12月份 虽然打包的草没有太多了 但是可以保证每天你收那么一车两车 就是当天吃的是觉得够用的 但是今年没办法了 周边的一季草收完之后 这碗刀草根本收不到 今年全部种了油菜 钱全部被打掉了 现在只能吃之前收的那种库存草 像有一些散养户放到外面的 这下也头大了 这么冷的天牛也不能出去 人更受不了 我们的牛全部都进来了 趴在地上睡觉 本来是定了100多亩的碗刀草 这下没办法了 看这个样子 只能把上次买的酱糟 提前吃了 尽量多加点辅料 把草料压低 这家伙今天有点不安静了 看样子有点香发芹了 但是还不明显 这种炸酱牛就是这样 发芹快 这牛都不大呀 看上去才500多斤 相当于好品种的牛 500多斤不可能发芹 本来留在一个仓库 准备装草的 现在里面都是空的 这是上次收的草 这个草也不够 估计的话吃个胳膊月还是没问题 等到面的干刀草吃完就只能吃这种清除刀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